Potty Day I can't wait for Potty Day 想想飞舍晴天的滋味 好可烦恼勇敢无所谓 这一次有一定的成绩之后 去慢慢的一点一滴的 去教育你的歌迷 去让很多人发现你 还有很多让人家惊讶的地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很不错的一个做法 所以你后来 有接受这样的一个想法就对了 后来就想通啦 就是我如果不把自己的 世界弄宽一点的话 就不会让别人再走进来 没错 所以我现在就是想通了 好幸运哦 让志玲姐姐帮你拍MV 怎么会有这个合作的机会呢 志玲姐姐 因为我以前在摄影棚打过 然后她是常客 她常常去拍 对啊 然后那时候老板就说 我们这个就是她会 我们这个孩子她会写歌会创作啊 搞不好哪一天 我可以帮她出唱片 然后就是说 那志玲你要不要帮她拍一支MV 这样子 就是因为我觉得她拍了这支MV 然后大家都说她拍得很好啊 画面很漂亮什么的 我觉得大家一定会更喜欢 志玲姐姐 很认真 就看到她不一样的才华 从中舞台的小孩分配 With only the party day 你整张专辑 为什么会突然就有两首 因为其他全部都是你的创作耶 我原本想说 可以 依你的创作量 其实可以来一张 整张全创作专辑 那时候公司的考量是说 怕如果整张都是我自己写的啊 那就会延续我在星光的形象 就是我永远无法唱别人的歌唱好 哦 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就对了 对 而且我觉得像小贤老师的目光 那时候听到demo的时候 就整个鼻酸 小贤老师真的好厉害哦 你不觉得吗 我要唱这种歌吗 然后但是 真是觉得因为我写不出这种歌 我真的写不出 而且那时候其实公司一直跟我讲说 情歌情歌 我就是写不出来 对 然后后来就有了这两首歌加入 之后 我觉得整张专辑会变得更好听 Hot days